我在看微博 因為我們最近有一個 我愛的這一個熱門話題 然後我經常就在這個熱門話題裡面看大家在發什麼 我之前拍了好多好多東西 就是我愛玫瑰花 我愛巧克力 我愛看書 我愛讀情信 然後我愛很多事情 所以我就拍了很多的照片 結果有很多歌迷看到我這樣做呢 他們也一起這樣做 他們就hashtag了那個熱門話題 然後他們就告訴我他們愛的是什麼 拍給我照片啊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就最近一直很沈迷的在看 因為我看到一個是很多歌迷他們說我愛鄧子齊 然後把全部同事變成我的臉 哈哈哈哈哈哈 這裡有一個 這個 我直接按進去他的那個 叫做喜歡藍色的小王子 他拍了一個 軌道的 照片 然後他說我愛單行的軌道 哇這一個很有心耶 看一下他平時的微博講什麼 湖南長沙的同學 一位 愛旅行的小王子 這個 這個好好笑 這個好好笑 他 他轉發了一個東西 他說 如果你偶像的姓 加上你微博名的後兩個字 是你未來小孩的名字 那麼你的小孩子叫什麼 就叫鄧王子 哈哈哈哈哈哈 太好了 鄧子齊是這個 Queen of hearts 然後你的兒子叫鄧王子 所以那個意思是 我跟誰結了婚啊 我和你一任一半身體 就能變愛心 只有我懂 他說的是什麼 他想說的是我那個歌曲 奇蹟 我和你一任一隻翅膀相擁 就能飛翔 他就把它改成 我和你一任一半身體相擁 就變愛心 我太了解你了對吧 我不覺得有別的人看出來 你在唱我那個歌 可以 啊 真的好 真的好 下次 他的名字叫Queen of beauty 他說我愛 哈皮 所以其實就是我愛開心嘛 他弄了個啤酒出來 他是雲南昆明的 同學們 因為我最近呢 一直在跳舞 然後最近香港天氣就一直都很大風 所以有一天我跳舞跳到滿身汗 我一出來 然後風一吹 我整個就感冒了 所以現在還在痊癒 我愛現在的生活 這個有一點給人 生活 不愛那活來幹嘛 對不對 他說九年級不能天天看你微博了 加油 我也積極做事 加油 他是 他是成都的 我喜歡成都 我愛吃土豆 靈兒響叮當鴨 我也喜歡吃土豆 可是自從我 開始準備演唱會了之後呢 土豆就是我不能吃的東西了 我現在就改吃那個地瓜 以免現在太變成這個營養教室 所以我就留給大家自己去百度一下 哈哈哈哈 八卦 超級八卦 哇 這一個 現在很流行愛心 配合演唱會新主題 他把香腸弄成愛心的形狀 然後在裡面塞了一個雞蛋還有飯 我愛生命的一切 這一個是 奇公主的小白豬 西安的朋友 他在海濤那邊抽紅包耶 哈哈哈哈 拿了好多封紅包 他在各個不同的平台上面拿紅包 哈哈哈哈 好像好喜歡吃紅包 我全部都是紅包 又是紅包 哈哈哈哈 不要在微博裡面亂放東西 我在家裡面就經常做這個事 我經常點進去 各位歌迷的微博裡面看 說不定我下一次就翻你牌唷 說不定我下一次就翻你牌唷